这个也是非常多民众 引颈期盼的一个染疫慰问金 什么时候发放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 金融市议会民进党党团召开记者会 要求市长谢国良对现竞选承诺 发放染疫金1万元 我们知道疫情结束之后 就正好是发放染疫慰问金开始的时候 我们希望谢市府能够在这个时候 赶快对这一个政策来提出 它的一个对线的一个 这个具体的一个政策落实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特别要求 在疫情还在还没有完全离开 还没有受到解编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扣病代理还没有正式的 从我们机关署解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在这时候应该要立即来发放染疫慰问金 尤其在我们的四五月也即将进行 我们议会的追加检预算 我们希望谢市长提出你该有的诚意 针对这个染疫慰问金呢 其实对于确诊的民众来说 是一个生活跟工作影响以下 很好的一个福利跟补贴 但是我希望谢市长能够针对 染疫慰问金的一个裁员 以及未来的一个执行方向 做一个清楚的一个说明 你敢开出这样的支票 那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就有责任要为基隆市民 要求市长兑现这张支票 所以我们在议会要开会之前 我们就在这边大声的疾呼 要求谢市长尽速的落实你选举的承诺 希望世上苦人多 我们也希望谢国梁市长 能够尽速发放染疫慰问金 来让这些受到疫情影响的基隆人 能够尽快的得到这个补偿 我们的基隆市长选举当中 就反映了我们基隆市民 对于我们谢国梁市长的期待 那所以市民对市长的证件 有所期待的时候 身为民意代表的我们 就要来帮民众来争取监督 染疫慰问金发放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追溯两年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要要求 谢国梁市长尽早的来办理这件事情 落实他的证件 谢国梁提出了 跟防疫染疫慰问金这两个证件 如果没有实现 那基隆就可能成为全台的笑评 针对民进党团的诉求 金融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强调 非常谢谢议员和民进党团的指导 市政府会虚心接受 非常谢谢议员及民进党团 对我们市府的指导 我们会虚心的接受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